今年截至3月底为止 国内出现三例境外移入麻疹的病例 来自中国大陆、东南亚以及欧洲等地区 由于麻疹的传染力极强 约有5%到10%的患者 会有中额炎、肺炎、脑炎等并发症 甚至会造成孕妇小产与早产 因此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就呼吁民众要注意防范 市卫生局表示麻疹好发在东末及春季 由于东南亚等国近期麻疹的疫情升温 卫福部疾管署已经将前数国家麻疹旅游 疫情建议提升到第一级的注意 而卫生局也呼吁市民朋友 尤其是幼儿及孕妇族群也要加紧防范 麻疹其实它大概主要是流行在 冬末以及春天的时候 所以换言之其实它就是大概是 这个时间点是它的流行季节 那这个麻疹主要是透过一些空气 或是飞沫或是接触到病人的一些 分泌物而感染的一个传染病 其实它传染力很强 那它的症状大概是会有发烧 那会有一些红疹的现象 那主要其实大概比较特别的 会是有一个叫科室斑点 就是在那个口腔的旧尺那附近 会有一点一点称之为科室斑点 卫生局也提醒民众应注意做好戴口罩 请洗手等个人卫生防护 并避免出入通风不良或人潮拥挤的场所 卫生局也强调 如果出现高烧红疹鼻炎肩膜炎咳嗽等症状 务必戴上口罩尽数秋衣 就意图中应避免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如果孕妇她在怀孕期间感染了德国麻疹 那有可能这个病毒会透过胎盘垂直感染到里面的胎儿 而造成死胎或是一些小脑症早产的一些现象 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就是说 如果预计要怀孕的妇女 在怀孕前一定要去看看自己本身 有没有德国麻疹的抗体 如果没有抗体的话 一定要记得完成德国麻疹的疫苗注射 卫生局表示 尤其是德国麻疹对孕妇及胎儿伤害较大 一定要注意个人卫生习惯 以及更要避免出入通风不良 或人潮尤其的场所 保护自己以及胎儿的安全 介绍分享视频长报道